你 韩书记啊 昨天晚上啊 我是左思右想一宿没睡好 我就想昨天我在会上说的那些话 确实有些过分 太唐突 我自责了一晚上啊 对了 韩书记 我这两天就想啊 我就觉着这个民意测验呢 搞不搞没啥意义了 因为啥呢 你在群众中地位那么高 搞不搞不都一样 而且私底下群众都夸你了 真的 不是 老张你这思路 我发现我跟不上了有点 怎么了 你昨天开会的时候还说 群众对我失去了信任 今天一过来 怎么还改变夸我了呢 你咋想呢 韩书记啊 你在群众中还是有基础 有微信的 我刚才说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部分群众啊 认为你最近做的这几件事情 他们有点不满意 但是对你个人 那还是肯定的 肯定的 肯定的 老张 所以我更要搞这个民意测验 你知道为啥吗 因为我来这儿 你工作了这么长时间 我想检验一下群众 对我的态度 是 韩书记 我觉得这 这检不检验也没什么意义啊 这不明摆着吗 自从你来到港茶 一心铺在港茶的工作上 大伙心里都有一杆秤 多清楚 所以说呢 我决定了搞这个民意测验呢 我就一定要搞下去 爸 咋样了 那他还要继续搞下去 别累了 人家到旗里边告他去 说这些新花样嘛 就是 在什么 网络什么那个平台上 搞着一个小程序 然后在手机上投票 你投不投不都他赢啊 竟整没用的 小子 手机投票吗 别准心裁吗 爸 这回咱有机会了呀 啥机会 你忘了事儿 我跟你说的 我那哥们儿 他好像在这个小程序上 可以 能行吗 我看呗 反正这哥们儿说得挺烈的啊 想进啥平台 他就能进啥平台 好像还认识不少飞客 挺烈的 你能准了 我跟你说我可不懂啊这个 哪见试试看呗 这么在 一会儿我先把你送到旗里 王狼 王狼 我去找了去 行 你到那儿好好问问啊 行 你到那儿好好问问啊 拜拜 大一步